緬甸東南部邊境黑倫族村落的婦孺 用藤欖揹著家當走入森林 逃避緬甸軍方的攻擊 軍方自上個星期六起 多次向當地發動凶襲 據報已經造成多個村民 和黑倫族遊擊隊員傷亡 亦都有兒童受重傷 有人道組織說 大約3000人越過邊境的薩爾溫江 走到泰國避難 估計還有過萬人流離失所 面對大量難民湧入 泰國總理巴玉說 會基於人道立場考慮收容他們 但未有打算開遷難民中心 但緬甸社運組織說 超過2000人被泰國當局趕回黑倫邦 爭取黑倫族自治的 黑倫民族聯盟核下武裝組織 據報在過去的星期六 攻擊緬甸軍方的前哨站 俘虜並且擊敗多個軍人 引發軍政府反擊 北部的黑陰獨立軍 星期日亦都攻擊一間警署 同樣觸發軍方凶襲反擊 這兩支小數族裔武裝組織 同樣支持反政變運動 曾經要求軍方停止武力鎮壓平民示威者 各地反政變示威不斷 地方武裝組織和中央政府的衝突開始重現 反政變示威組織發公開信 呼籲少數族裔武裝組織 對抗軍方不公平的打壓 保護人民 有線電視記者 陸子晴報導 都 有線電視記者 陸子晴